那就是大家把自己声音量调大一点点 因为我这边各种音量是最大的了 音量是最大的了 然后应该是 大了吗 现在好了 行 那我这边应该声音是最大的了 然后大家带一下耳机 把这一电脑声音调一下 我这一期班声音都比较小一点 这一期班声音都还是蛮小的 然后都没有声音特别大的时候 所以给大家调一下自己的声音 好了是吧 OK 今天我们开始上课 今天是我们第三次课 然后我们第一次正好跟大家说过 就是我们第一次课会讲文章的分析 第二次课讲文章和题目的分析 上最后就讲了提醒和选项 那么我们今天是要讲笔记 就是除了文章题目选项之外 我们倒是说第三次课 还要给大家讲一下笔记 讲笔记这个点呢 讲笔记这个点之前 讲笔记这个点之前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关于导图 关于你们那个分析 就是我在给大家作业的时候 然后发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不能说问题吧 就发一个比较明显的现象 就是看你的原文 看导图还蛮好的 但是看你的原文分析的时候 你的原文很多学生 那个原文分析里面标记的 听力层面不懂的东西 其实还蛮少的 就是所谓标记的蛮少的意思 是你如果看你的 我如果看大的原文分析的话 那些逻辑层面的信号词呀 什么出信句呀表了 但是同篇看下来 你听力层面标的自己的单词问题 语音问题 什么语法问题 或者结构长度导致你反应不过来的 那种句子的问题 其实不多 就零零散散零零散散标记的一些 但是不多 然后呢 但是看你那个群的 那个名字的分数又不太匹配 就是比如说如果是22分以下 按说应该是有很多这些层面问题的 但是我看到很多都是问题标记的不多的 然后呢 所以那个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说 我们在给大家基础课上讲 讲句子敬听的时候 简单来说听力层面 基本就是你的句子的敬听嘛 在讲句子的时候 我当时有说过句子 最多是听我听几遍 大家记得吗 就是句子在你自己做敬听的时候 最多听几遍 最多听个四五次就可以了 不用听太多次啊 好 然后呢 但是就是我们敬听这些文章 跟大家自己敬听有一个区别就在于 敬听的文章 首先是你自己先听了一遍 先做题了 对吧 好 然后第二就是你课上又听我讲了 你课上又听我讲了一次 然后之后呢 才是你自己进入 你自己又重新敬听一遍 大概这样子的过程 好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 你就会有很多学生觉得 听我讲了嘛 然后呢 他就真的是觉得就是听我讲了 好像满多内容 满多句子都已经听出来了 当然 有些句子也有印象 比如说我在课上 假设一些重点强调的句子 一些句子 我带你们听了两三次 那如果说你在课上 对这些句子特别去注意了的话 你在课下做经听的时候 也是要把这种句子标出来的 因为你是在课上 结果就讲了两三次嘛 所以你在做经听的时候 哪怕你觉得你听懂了 其实这个句子你照样 照样要靠印象标出来 你当时两三次课上听的时候 哪个地方听不太懂 或者说至少你要去分析更读这种感觉 好 然后但是也有一些群人 确实觉得说 课上听我讲了之后 好像在听句子的时候 感觉就差不多了 然后呢 所以最后标记的就少 所以我说一个事情就是 大家正常情况下 你自己平时如果做文章 是你听完做完题之后 你就会进入经听环节嘛 没有中间我讲的这个环节 但是经听的文章是我有的 好 那么所以我们 接下来凡是经听的文章 凡是经听的文章 大家听我课堂讲完之后 课下去经听的时候 每个句子 如果是分数特别 如果技术比较弱 等一下我再说 如果说你的情况在18分以上 18分以上的话 我说一下 你自己做经听的时候 每个句子只听一次 就是因为你 你听我讲完了是不是 然后这个时候 你自己去做经听 每个句子只听一次 听完一次之后 立刻看原文 然后把你刚才这一次里面 完就是所有没有反应过来的 全部都标出来 全部都标出来 只听一次 你不要再听第二次 你也不要再听第三次 但是当然了 如果有些学生 本来听课就跟的比较有难度 比如在听力 我们班其实有些学生 听力才十分左右的 然后呢十分左右 之前都没怎么学过 拓付听力就过来了 好然后呢 那这种学生 我让你听一次 你就疯了 让你听一次 你发现什么都没听出来 所以那在这个时候 你在课上本来就跟的比较有难度嘛 那么你课下经听的时候 你可以多听一两次 比如你听到两到三次 但是 但是基本上像十七八分以上的学生 然后听我讲完之后 再去听听的时候 每个句的只听一次 听完一次之后 就把你这个句子里面 所有没有听完的 全部都标记出来 那这能理解了吗 就是如果你的 所以你现在倒回去 看一下你的原文分析 如果你的听力在22分以下 但是你的听力层面 标记不多的话 那就标的太少了 标的太少了 或者说 或者说可能因为我课上讲了 所以你确实觉得有点少了 你确实觉得没有那么多可标 但是整体上不应该只标那么细 说一下这个点 注意一下这个东西 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讲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给大家讲笔记 还是先讲一些理论 先讲一些 这一页PT是一直在的 就是因为文章分析 一直给大家按照这个层面 句子句间段落文章这个层面去分析 所以这一页是一直在 然后我们今天是要先给大家讲一下 笔记的一些理论 然后在后面用那两篇文章去分析 我先说一下笔记 这个笔记我发现 中国学生真的太痴迷笔记了 很奇怪 我就搞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可能是中国孩子吧 就是之前可能各种考试记的笔记 都还是蛮多的 而且之前的考试 边听边记笔记 也没有所谓 像四六级那种考试都比较简单 然后也养成了边听边记的习惯 到了托福厅令里面比较难 然后可能一个很容易产生的意识 就是它都那么难了 我再不记我就废掉了 然后呢 反正就是中国学生特别痴迷笔记 就是这两天有一个群嘛 就是825826考试的那个预测班的群 825826考试那个预测班的群 把我吓到了快 就是听力分数都一般般 都十七八分 十七八分 十四五分 最多二十分 然后呢 结果笔记一张纸 一记笔记记一张纸 这个真的把我吓到了 就说发现 这真的是不论什么年代啊 不论什么年代 不论是四年前还是现在 不论是大家刚刚开始备考的时候 还是到了备考的最后的快出分的时候 基本上笔记全都记得很多 特别执迷笔记 就什么都不问 就先问一句 结果我笔记该怎么记 结果我现在我发现我笔记不了了 那再怎么办 我笔记记得太多了 不是我笔记 我笔记怎么记不到考点怎么办 我怎么做错题了 到后来发现我笔记上还有啊 怎么办 我各种笔记的问题 各种笔记的问题 好然后呢 那么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下 所以我们要先 要指的速度 所以我们要先讲一下 这个笔记的一些理论 然后再再再再开始讲文章啊 然后呢 我先问一下大家 就是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你们不是会发纸吗 然后你的纸肯定正反面都会记笔记吗 你的听力会记几张正反面 就是正面是一张 反面是一张 这样子的话 或者正面一面 反面一面 你会记几面啊 拼一下 嗯 这也0.5面挺好的 0.51挺好的 好我说一下 如果你是六篇文章 记了正反正反面 而且是比较紧的笔记的话 那你的笔记有点多了 就你你哪怕只记一张 只记正反面 但是只要你记得比较紧啊 就如果说你记得文字很大 你写的字很大 那正反面可能内容也不多 但是如果但是中国学生应该我感觉大家在考试的时候还是比较想节省纸张的 我觉得那时候的现在是比较想节省纸张 万一不够用 找老师 那中间又会影响考试又很麻烦 所以应该考试写的字会小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是记得正反面的话 应该就是其实笔记就已经很多了 就已经蛮多了 然后 大家就你看像眼睛就这种嘛 就是折一折一下 然后每个都记得很满 这应该就是已经是问题了 好 那么现在回来 我先大概了解一下 然后呢 回来我们来看一下笔记 来看一下笔记啊 上过比如说上过上一期清听的就当 就当复习啊 就当复习 然后呢 当复习看一下别人会犯什么错啊 也当轻松一些 还进入一下状态 好 然后没有上课的仔细听啊 首先第一个我们说笔记的目的是什么 笔记的目的呢 当然有当然有对的目的和错的目的了 我们先说 就如果说你的目的是错的 或者说如果你以为你的笔记的目的是错的 很有可能会导致错误的一个一个一个动作 就你认为的目的是错的 那么你的导向就可能是错的 我们说一下 通常会有两种错误的目的 就是两种学生 第一种会认为笔记是帮自己 就是不走神的 就是自己有些时候会走神嘛 然后呢 所以笔记是帮自己不走神的 记笔记 还有第二种学生就是笔记是帮自己做题的 就是说我觉得我 我尽量想记到考点呀 或者说我会记到某些信号座后面的 东西呀 或者说反正我我就希望能够自己找到答案 然后呢 我的笔记上面尽量都是考点 然后我能够靠 我能够靠我的笔记去做题 能够想让我的笔记去帮我做题 或者找答案 通常这两种目的啊 然后来问一下 是一是二的 就是不走神是一 然后做题是二 看一下是一还是二啊 当然有些学生不怎么记 也就想不到 也就不想这个东西的啊 好 然后呢 就都会有啊 都会有啊 那么我们先说一下 关于呃 先说一下这两个点啊 就是大家要懂道理 懂道理你才只能接受这个东西 好 不然不然我现在直接告诉你一句 你要少记笔记 你根本就不理解 你也你也不敢做 首先第一个 我们先说不走神 你记笔记是为了不走神 好 那么首先呃 当然他最后确实是起到了让你不走神 好像是不走神的作用啊 你确实也是从头在那很多很多时候记到尾嘛 所以你也确实没有在想别的东西 你就是殖民于记笔记 然后你也确实没走神 但是我们要看呃 你真正想达到目的是什么 然后呢 那么这个记笔记到底有没有用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走神 好 首先先来说走神啊 好 走神这个事情你走神了 你才想让笔记帮你不走神吗 那么走神的原因是啥呀 走神的原因是啥 简单来说就是听不懂是不是 简单来说就是听不懂导致你走神 好 那么说听不懂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最基本的层面是 首先一些听力水平特别弱的学生 他有可能是什么 可能是首先可能是听句子就听不懂啊 当然单词也在句子里面 单词也在句子里面 就是第一种层面是基本的就是 你句子层面都不懂 你句子层面都不懂 但是句子层面都不懂的话 我们还是说 你第一个是表层意思不懂 第二个是 你如果 第二个是如果你连表层意思都不懂 你当然我们不是要求大家每个 我们不是要求大家每个句子的表层意思都懂 没有那么厉害 如果你每个句子百分之百的表层意思都懂的话 那你的听力实力肯定已经蛮厉害了啊 所以我们不是要求大家每一个句子的表层意思都懂 我们是整体上 基本上比如我给你扔十个句子 你能能七八个句子都能听得懂的 好 那么 那么所以就是听不懂的 第一个就是你表层意思都不懂 但是如果表层意思不懂的话 那更谈不上什么听力逻辑的 完全谈不上了啊 你完全谈不上了 好 然后呢 那么那么五话括号啊 好 然后那么除了句子层面之外听不懂 还有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听不懂 有些人会说 杰哥我觉得分明真的 我觉得我每个句都还好 真的 我说实话 我每个句子感觉我听得挺好的 但是 但是我就是听不懂 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问题 就是句子还ok 但是还是听不太懂 我说了句子ok的 我说了句子ok 但是还是感觉听不懂 是不是表面呢 就是听着听着我就听乱了 听着听着我就听乱了 什么叫听乱了呢 听乱了的意思就是 对 听乱了的意思就是 比如说 我可能开始就没有中心 比如假设我们说 听乱了会有好多原因啊 比如说 你全文中心 你好像也听到那句话 但是你对全文中心 没有什么意识 你对全文中心 没有什么意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过 我在第一次讲 有个对话是之前 要写一个之前认为 Alchemy是Science的paper 好 你对于这个中心 你可能也听到了 但是你对这个中心句 它代表后面会先讲Alchemy 再讲它为什么是Science 再讲 后面我要反驳 再讲后面的paper要求 你对这个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预判性的话 那你后面是不是只能被动去听啊 那你被动去听 意味着你对思路没有任何感觉 你对思路首先没有任何感觉的时候 你后面很容易在听的被动的情况下 然后段落段落之间 我们是不是又有铺垫段落呀 核心段落 又有这种关系 它们之间是有关系的嘛 你这关系你也理不出来的嘛 是不是 所以文章整体思路你没有 所以文章整体思路你没有 段落段落之间这种 到底谁是铺垫呀 谁是核心呀 你也没有这种意识 好 然后呢 那么再遇上 再遇上 你又不可能每个句子都懂吧 好 所以这个层面 加上一些句子的问题 就导致你听乱了 没有结构 你只要没有结构 没思路 你肯定会觉得就走神了嘛 因为你跟不上他在讲什么 好像脑子里面只是在过句子 只是啊 过一个句子 过两个句子 但是不在讲啥 所以这种都是 你没有思路 没有结构 能明白吗 你没有思路 没有结构 导致你就是哪怕有句子也没用 好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 听不懂就是这两个 要么你连句子都很问题很大 比如说 10 我这样说 比如16分以下的学生 句子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最主要的 就是你这两个层面 你这两个肯定都有问题 但是你的句子问题是特别特别大的 你的句子问题特别特别大 好 比如说这两个可能是 本来他们两个都是各50% 本来句子和思路这两个都是各50% 但是对你来说 你的那个句子很多都有问题 这个时候可能你在听文章的时候 你连句子都很多没听懂 根本就谈不上让你去想思路逻辑什么的 所以你在做 当然我们说在做文章分析的时候 你的句子和逻辑要一起去做 因为你如果因为自己水平差 你说我现在句子都不行 好吧 那我就先只搞句子吧 那么意味着你搞的文章最后根本就没有懂 因为你没有逻辑嘛 那你根本就没有懂嘛 所以你在做文章分析的时候 还是要句子和逻辑一起去做 然后平时还是要背单词 但是你要意识到 现在让你听不懂的最直接的原因 是你句子本身就有很大问题 好然后但是如果到了比如说18分以上的学生 18分到22分之间 18分到22分之间 你们这两个问题呢就差不多 就没有说哪个更侧重 18到22句子基本上通常情况下 句子也是有也是有不小问题的 然后逻辑听起来思路也是有不小问题 所以是对半分 然后但是在稳定在23分以上的 稳定在23分以上的 它的句子的问题就小了一些 然后呢通常就是思路性的问题居多 好所以我们也就是说 刚才又这样简单分析了一下下 也就是你不管 那么那么我再总结 不管你是哪个分数段 不管你是句子的问题居多 还是思路的问题居多 总之你学有问题 才导致你听不懂嘛是不是 好于是你听不懂 那你说那我听不懂我就走神了呀 好那我走神该怎么办呢 我不想让自己走神啊 因为走神我就根本就听不懂 我根本就不知道在讲什么 我给你们听不下去了呀 所以走神肯定不好呀 好吧那我就记笔记吧 那我就记笔记吧 好大考 根本原因是你听不懂 然后表面的一个结果 就是我走神了 好于是那么我就记笔记吧 记了笔记我就不走神了呀 好笔记确实解决 你这个不走神的问题了 确实解决你这个走神的问题了 它解决你听不懂的问题了吗 它解决你听不懂的问题了吗 它根本就没有 它根本就解决不了 你听不懂的问题 或者说我问大家 你觉得在你本身 已经听不太懂的时候 你去记笔记 你能记的是什么呢 就我刚才说 它解决不了你听不懂的问题嘛 意思是它对解决这个问题 是没有好处的 但是还有下一步是 你如果再记笔记 你最多应该是记一些 零零碎碎的词 你是不是就在记 零零碎碎的一些词 或者一个句子本身 但是你其实不知道 它到底在讲啥 好那么这个时候 意味着你记的笔记 其实是没用的 你记的笔记 是没用的 尤其是你如果 结合我们之前说 它会考你提炼意思 它会做同意替换 它会原词设置错误选项 你应该就更能 从道理上起码理解 你很多时候 记的词是没用的 是不是好 那么这时候大家想 你本来你就已经听不懂了 你本来已经听不懂了 这个你本来听 不能说完全不能 就是你本来就已经 有的懂 有的不懂 有的懂 有的不懂 就已经挺乱了 就已经挺乱 挺麻 挺费劲 然后挺难受了 好 你还记笔记 这个时候 你的笔记 又是记的各种词 我问一下 笔记这个时候 会不会耽误你听 你有没有一些时候 明显感觉到 我记了这个 突然后面两三句话过去了 我记了这个 突然连不起来了 也会有这种时候的感觉吧 只不过你之后 还是选择去记而已 那么你从道理上 你先想明白 这个时候记笔记 一定干扰你听了 所以它不光是解决不了 你听不懂的问题 它不光是 它不光是解决不了 这个问题 它不光是没有好处 它有坏处 它会耽误你听 能理解了吗 它会耽误你听 因为你 但凡你只要 本来你就感觉 自己听不太懂 你但凡只要记几个单词 肯定后面两下就过去了 能理解意思吗 好 那么所以我说 如果你是想靠笔记 解决你走神的问题 解决了吗 是解决了 但是有用吗 没用 因为谁看你走不走神 我看你的事 你能不能听懂 能不能做这题的呀 能理解了吗 所以它解决不了 你听不懂的问题 那么 那么在这个事情上 你就不能靠笔记 去做这个事情 当然你会说解决 好吧 那我不记笔记了 是吧 那我少记是吧 好 可是我听不懂了 这个时候 好我知道了 我不能因为记笔记 然后呢 防走神 就怎么怎么样 因为也没用 好那我就不记了吧 可是我发现 我不记笔记 照样我听不懂呀 我不记笔记 我还是没听懂呀 好 然后呢 我不记笔记 真的就走神了呀 我感觉好像 怎么损失更大呢 好的 注意这个时候我说一下 首先 首先 你听不懂这个时候 记笔记 不能帮你听懂 不记笔记 能帮你听到更多 但是它一定不是说 你不记 它就听懂了 比如假设说 你本来只能听懂 文章40%吧 你假如文章 本来只能听到40% 难道这个时候 你不记笔记 就突然标到80%吗 不可能的呀 我最多是 最多是什么情况呢 最多是 你本来能听到40% 好 如果你在那里记很多笔记 它帮不 帮助不了你什么 甚至有可能 会干扰你听 导致你最后有可能只听到30%都不一定 好 那现在如果你不记笔记 你可能最多也就是40% 你不能标到80%的 是不是 好 但是至少 至少这个时候 至少这个时候 把你该听出来的 听出来了的 把你该听出来的 听出来了 那么如果你最后真的觉得 我还是走神了 好吧 那你就走神吧 谁让你现在听力差呢 这是你在自己听力差的时候 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 这是你在自己听力 已经很差的时候 你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但是你不能因为 你觉得我确实走神了 好吧 那我还是记吧 你 你好 你在这里面 你要选其一嘛 那么你要择其一 第一种是我水平差的时候 我不记笔记 可能或者我记得很少 确实会走神 第二种就是 我在水平很差的时候 我宁可认真听 哪怕走神 我也不记笔记 你要选择哪个吗 是不是 你要选择哪个 好 如果你选择记笔记 第一个 它对你肯定没用 只是心理安慰 而且大注意 它会养成一个非常坏的习惯 就是 你就是喜欢记 好 那么哪怕你在做经听 做完很多经听 背完很多单词 把你的能力练上来之后 你的笔记照耀很多 照耀很乱 那个时候 本来你就已经听得差不多了 本来比现在听不懂 已经好很多了 结果你乱记笔记 然后那个时候 又对你而言 是很大的干扰 本来已经可以听懂了 结果笔记的习惯没改掉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能明白我的意思吗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 那么 那么 那么我 我看另外一个选择 对吧 我就是我现在水平差 我确实听不懂 我真的有可能走神了 那你就走神吗 你就走一下吗 是不是走就走吗 反正你考试你又不可能考试的时候也是这个状态 我这样说 如果说你现在水平差到听着听着会走神 好 你到考试还是这样子 那算了 那那个时候你记了笔记 反正你也没用 是不是 如果真的考试的时候 你还是会走神 那真的你到时候考试记了笔记也没用 你想想吧 是不是 你记了笔记不也没用吗 能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所以就说 你现在走走神 你走走神 又怎么样了呢 走神 你走神 至少没有养成乱基笔记的坏习惯呀 至少你没有养成一个坏习惯 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吗 好 然后呢 那么 那只不过 只不过是看 你 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我现在水平是不太好呀 直接这耳机 我现在水平是不太好呀 我听不懂的时候可能会走神呀 那我怎么办呢 那就看 那就看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帮你不走神吗 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自己平时会怎么弄 我自己平时听文章的时候 当然 因为我在听的时候 我不是只是听文章 我跟大家说过 我在听文章的时候 我是一直在各种想后面的东西 然后 所以有的时候 我听文章 我自己突然回想 我听文章的状态 我的状态是这样的 就是有的学生啊 他说他到考试的时候 他会自己掐着大拇指 不是掐 他会用自己的大拇指 掐自己那个食指 是第二个手指头把 就是掐下去 但是没有掐得很疼了 就是掐着手指 然后让自己整个精神很集中 然后我的话呢 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你周围考试的时候 或者说你平时周围会有别的人 会有别的事情吗 你不是一个人安安静静 当然你在房间也OK了 好 然后那么 我自己平时听的时候是这样子的 我自己听的时候 我就盯着天花板 就是我没有头往上扬 但是我就眼睛往上瞟 然后就是我的视野里面 我的视线里面只有天花板 什么都没有 或者就只有一个点 就好比说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瑜伽 就是你们在做瑜伽的时候 比如套一些动作 他会明确跟你说明 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要盯着一个地方 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你就盯着一个地方 不要动 对 你盯着一个地方 不要动 他那个意思 其实就是 如果你的眼睛在乱晃 或者你脑子在想 想别的 你肯定就做不下去 那个动作了 所以你只要盯着那个地方 你的注意力就在那个地方 那你的意思吗 所以我自己在 我回想 有的时候我听的状态是 我听的时候 比如说 尤其是我在 在我有点困的时候 我就盯着一个地方 我就盯着天花板 斜盯着某一个地方 我就一直听下去 明白意思吗 所以 所以在这个时候 你在 你在知道自己 不管是因为困想走神 还是因为自己听不太懂 想走神的时候 你要想到别的办法 帮你不走神 而不是记笔记 帮你不走神 能理解意思了吗 而不是记笔记 绝对不是记笔记 记笔记 虽然是没有任何好处 最多只是心理安慰 真的就只是心理安慰 好吧 好 然后下一个 我们说了刚才 也带来 但是不同人不一样了 不同人不一样了 好 追刺鼓 追刺鼓前面叫什么 头悬梁追刺鼓吗 忘记了 对 头悬梁追刺鼓 把你头发弄一下 然后呢 那么刚说 所以你如果想靠你的笔记 防走神的话 它确实可以起待 防走神的作用 但是对你而言 没有任何好处 还有那种乱记笔记的坏处 会养生 所以呢 笔记不能 笔记 你是不能因为这个目的 去狂起笔记的 然后第二次做题 第二次做题 也就是说 我是希望我的笔记 能记准东西 然后能帮我找答案 能帮我找答案 能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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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对考点 能帮我找答案 好 大家注意一下 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是我问一下 你们在考试的时候 有一直回去翻笔记吗 有的话 打一没有答案 再找答 这个就是一道笔记的目的 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少 我说一下打一的啊 打一的基本都没考好 你们肯定都没考好 或者至少没考到 你想要的分数 不然你先不会来上课 你肯定没考好的 然后呢 我说一下 就是我们的笔记啊 有两种学生 第一种是听得很好的学生 第二种是听得不好的学生吗 第二种是听得不好的学生吗 是不是 好 然后我说一下 如果说你听得比较好 如果听得 我说确实比较好的话 这个时候 他本来就已经听得挺好了 他本来就已经听得挺懂了 那么这个时候 他如果真的也有 还有时间去记笔记 他的笔记是帮他再梳理一下下 对吧 因为比如说原文 他说的很麻烦 原文说的很麻烦 我们想想哪一篇文章啊 呃 我们第一篇文章讲的是 那个Cryal Genie 是不是 Cryal Genie 然后还记不记得 就是他讲那个什么 啊 不同的地方反射的不一样啊 啊 什么这叫反射率啊 反射率不同啊 什么海洋吸收的多呀 反射率低啊 所以他就升温啊 好 那个冰就吸收的少 反射的多呀 降温呢 好 这个大坨 这一大坨 我听完之后 其实我就知道 他就讲冰会降温 其实就讲冰会降温呢 那么所以我听懂了呀 好吧 那我 那原文信息太多了吗 我听完之后 我梳理清楚了 我就把一个S降 我就写一个S往下的箭头 我就比如说 我就写一个S往下的箭头 是不是挺好的呀 对吧 就是我听 我听懂了呀 我知道文章这一段话 其实这个讲冰会降温 好 那么我树立清楚了 原文信息太多太杂太乱 我听 我通过太多太杂太乱的信息 明白了这个核心点 这我要写下来 那么这个时候是很好的 因为 我就相当于脑子里面 留下的只是最核心的思路嘛 我就不会 再有一些有的没的干扰 是不是 好 那么这是第一种情况 那么他想 他已经听得挺好了 已经能把这种树立出来了 好 我去做题 这种时候他需要去看笔记吗 这种时候 这种学生基本是不需要回去看笔记的 注意我说的是基本 他90%的情况是不用回去看笔记的 不用看 因为我本来就听得懂了 我本来思路就理数了 听懂不是百分百全都听懂啊 不是每个句都听懂啊 是思路听懂 明白吗 是思路听懂 我都已经 听懂了呀 我都已经知道 这段话是在讲冰会降温了呀 我都知道他是在跟海洋做的比了呀 有可能海洋 我突然 我突然会有点 当时听的时候 没有反应过海洋到底是 但是我知道他是在跟海洋做的比 然后海洋是温度升高的 LB都高低 我可能突然有点反应不过来了 好 但是至少 卡吗 卡吗 现在好了吗 现在好了是吧 现在好了 OK 好 然后所以就是说 也就是说这种学生 我在听的没有百分百完全听懂 我不是百分百完全都听懂 我是 又卡了 哎 为什么卡呢 为什么卡 就好了 我把一个门打开一下 就是等一下 好吧 先一个好了吧 现在应该好了啊 好 然后呢 那么 所以我说刚才这种学生就说 我听到了 那个 反正就是 最终就是为了讲冰会降温 提到了海洋 LB都怎么怎么样 为了跟海洋做对比 好 那么我本来已经听的挺好了 我又把它写下来了 这个时候我是不用去看笔记的 我是不用去看的 因为我本来已经很好了 我又写下来梳理了一遍 好 当然 我说基本不用回去看 90%不用回去看 是偶尔可能吗 我说我突然 突然一点混了 突然一点反应不过来了 我回去稍微梳理一下 稍微用我的笔记 再理一下思路是OK的 明白吗 这时候其实就是 再理一下思路 再回一下内容用它 而不是用它去确定 找一下答案什么之类的 所以我基本上 都不用回去看笔记 好 但是另外一种 就是我听得不好 我听得不好 意思就是我本来就没怎么懂 我本来就没怎么懂 本来思路我就没理事 然后我还记了笔记 我能记什么的 大家也都能理解 我只能记一堆原词 或者记一些 零零碎碎的东西 好 这个时候你本来就是没听懂 然后你有记得 零零碎碎的东西 你的笔记想看也没法看 因为你看了也没用 你的笔记本来就不是 你还能看 你还能看什么 你只能找一堆词 明白了吗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笔记是根本没法看的 因此不管你是好的时候 不用看 还是不好的时候 没法看 你的笔记 基本很多时候都用不着的 好 但是我们刚才确实有少数学生 他说我在考场上 我确实一直回去找笔记了呀 我说呀 这种时候都不对的 为什么呢 这种时候你听力好不好的 因为你做题的时候 你还一直看笔记 你为什么去看笔记 是因为你在做题的时候 你选不出来 你看到题 干选项 你选不出来 所以你才会去看笔记 那么为什么 那么你 你看题 看选项 你已经选不出来了 意味着你就是没听懂 你就说你 你应该百分之九十的情况 都是没听懂吧 可能百分之十的情况 是你没对上号 或者怎么样 但是百分之九十的情况 就是你根本就是没听懂 所以你才选不出来嘛 好 那么你已经没听懂了 你还去看笔记 你能看个啥 像我刚才说 你只能看到词呀 你只能看到词 好 你要么碰运气 撞运气选到那个词选对了 要么就是大部分时候选错了 要么就是 你就算选对了 你也浪费了很多时间 所以 凡是你在做题的时候 经常会去看笔记的 首先你没听懂 然后你还回去看笔记 要么做对了 浪费很多时间 要么做错了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去看笔记 基本就默认你听力是考不好的 大家明白意思吗 应该能明白啊 所以笔记也不是帮你做 笔记不是帮你做题的 笔记根本就跟做题 没有什么关系 笔记是 我在 那么笔记是什么 看刚才这个地方 笔记是在本身 你已经听得挺好 你知道了这一段 是在讲什么的情况下 你把这一段的主要意思 迅速写一下下 这是你的笔记 比如说那段 我就写个S降温 最多写个VSO省 好 然后在后面 他是不是讲 有一个feedback呀 什么更多病啊 更多怎么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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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冰啊 降温更多呀 降温更多更多冰呀 更多冰更多降温呀 然后形成一个cycle啊 然后就都是冰了呀 好 他更多冰更降温 更多冰更降温 这个我是不会去写的 我是听嘛 因为在这时候 我肯定在听 听着听着明白了 哦 原来是这么一个循环呀 所以对 所以我就画个圈圈呀 或者写个循环呀 明白了吗 所以是 那么笔记是什么 笔记是 我在听得理顺了的情况下 我把这个的主要意思写下来 这才是笔记该有的东西 该有的东西 好 那么 那么你知道笔记 它不是为了帮你防走顺而已 也不是为了帮你做题 它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帮你在已经理顺段落主要意思 理顺段落主要意思的情况下 然后迅速写下来重点 迅速写下来重点 然后再帮你梳理一下的 再梳理一下的 好 那么大家注意啊 一段话的重点在哪里 一段话重点是什么 一段话的重点是什么 中心还有什么 中心和展开是不是 比如说 我跟Ocean做了对比 这个展开我是可以写的吗 对吧 好 然后那么细节是不是重点呢 细节是不是重点呢 细节首先肯定不是重点 细节首先肯定不是重点了 是不是 好 然后 那么我们先来说这个啊 我们先不说细节的问题啊 先来看这个 理顺段落主要意思 你迅速写下来这段的中心展开 也就是你最多在导图上 其实写的是不是就是 每段话的中心和展开 好 然后那么其实我直接切到第三个问题 就该记什么了 你该记的就是每段话的中心展开 那么下个问题就是 大家觉得细节你写得下来吗 细节你写得下来吗 细节你现在听都听不懂 我说话说得很直接啊 细节很多时候你现在听都听不懂 你好不容易听懂了 你也来不及写下来 然后我退一万步讲 退一万步讲结合到题目 它考的可能性也很小 所以不管从你现在水平 还是你心里流失好吧 第一个你现在很多时间你听不懂 第二个就算你听懂了 很多学生其实是勉强听懂了 你不可能做到边听还把细节写下来的第三个 哪怕从初题角度讲 它考的很少 所以细节不应该写在你的笔记上基本上 那么你的笔记应该就是中心和展开 当然当然打注意 有的时候你可能 你你你我们结合文章 结合文章你在语境下 可能某一段话 这一段话完全是重复性的段落 有没有可能 上一段话讲完了 下段话我再重复上一段话意思 有可能的呀 那你那你在段落之内 甚至有可能某一段话的中心展开 你也完全不该解释了 因为是重复性的段落了嘛 所以这就是在段落和段落之间 好那么再想一下 从理论上想一下 这样的笔记很像什么 从理论上想一下 这样的笔记很像什么 是不是很像导图 你的导图是不是就是 每一段话的中心和展开的主要意思 只不过我们的导图是从左往右 我们的导图是从左往右 笔记通常记的习惯是从上往下 但是没有人说笔记一定要从上往下 你的笔记 如果你真的听的时候很清晰 你平时导图 那个逻辑性用的很舒服了 写的也很舒服了 你的笔记 可能也会变成从左往右 似的也很好的明白了吗 但是不管你是从上往下 从左往右 笔记最后基本都雷同于导图 而且我再来一句 你们觉得 如果这篇文章的导图 假如说像我们 比如说那个 那个一篇文章导图吧 你分析完之后 不是出来一个导图吗 你假如你当时第一次听笔记 你第一次听的时候 如果你记了笔记 你觉得会比这个导图多 还是会比这个导图少呢 或者该比这个导图多 该比这个导图多 还是该比这个导图少呢 非常棒 应该比这个导图少 为什么因为你第一次很多地方听不懂 是不是 因为你第一次很多地方听不太懂 所以你记不了那么多 你一定大部分自己都放在厅上面的 能理解了吗 能理解了吗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 这个问题我等一下会讲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我们的导图是要把每一段 它的中心都展开写出来啊 所以我说第一个原因是 有些时候你听不太懂 所以你的笔记一定会比导图少 第二个是还有一些内容 它导图上是要写 但是根本就不适合记笔记 不适合记笔记 什么意思 就是那种涉及到描述性的内容 比如说假设我讲这个 对我讲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呀 或者我 我就举个日常的例子啊 就比如说我讲这个 这个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呀 或者捷歌的办公室长什么样子呀 捷歌的办公室没有哪些布置呀 左边是什么 上面是什么 右边是什么 下面是什么 就描述性的东西 它完全就不适合你记笔记 适合你脑补嘛 明白吗 适合你脑子里面 把它想出来一幅画 然后所以你的导 对可以画图的呀 所以就说你的导图上 我可能要简单写一下 但是你的笔记上 这种时候 它根本就不适合写笔记 要么就是你脑子里面 想一幅画 要么就是你最多 把那个图画出来 能理解了吗 所以基于这两个原因 笔记通常是要比导图少的 明白了啊 好 那么这是笔记该记什么 然后我们回到第二个 就你现在水平 你现在水平 给大家一个数字概念 你们理解一下 现在刚才我说 就是第一个从 错误目的上来说 你如果为了防止走神 你如果为了让自己做对题 这个你是不能记笔记的 好 然后再从你的客观角度讲 你现在能不能记笔记 从你的客观现在水平来讲 你现在有没有到 边听边记的时候 我大家用这么一个数字概念 来去理解 好 直接打 那我就不用讲了 是吧 好 然后是这样的啊 还是给你们一个数字概念啊 好 如果你是30分 好 这个概念还蛮好玩的啊 就如果你是30分的话 当然这个 这是如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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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一定哪天就 就是现实了 是不是 好 如果你替你考了30分 这个时候呢 他的水平 很好了 但是 30分呢 他一定没有懂100%的 或者说30分有两种学生 第一种是懂了100% 他其实能考40分 无奈ETS只能给他30分的 然后这种是真的能听懂的 他但是他只能考30 第二种就是 真的是勉勉强强 有一两个题也是懵的啊 然后就考了30 那大部分30的学生 其实后面这种 大部分30的学生 是后面这种 就是 也是有些听不懂 然后不是每个地方都懂 甚至有一两个题是懵的 然后就 也就是碰了一点运气 就考到30的这种感觉 其实这种程度是居多的 那么意味着这个时候 他其实没有100%听懂的 明白吗 但是当然 我们就假设 他其实也就是90%多吧 90%多 但是我们假设他100%啊 假设他是100% 好 21分 大家现在21分的还比较少的 21分代表你最多听懂 百分之多少呀 21分最多听懂百分之多少呀 哪有80% 30分最多百分百的话 21分是多少 对呀就是听故事啊 就听别人讲嘛 对的 就70% 但是70%是没有的 意味着这个时候 你也就是60%多 好 那么你在考到18分的时候呢 18分是60% 你最多60% 但是其实啊 说实话 你就理解文章一半多一点 你也就理解一半多一点点 所以按照大家现在水平 你们如果是18分 就理解了一半多一点点 如果考了20分 就文章60%多 好 你的水平是这个样子 你有能力做到边听边记吗 你要想清楚 你自己是没有这个能力的 你一定是没有能力 边听边记的 当然 我说这个意思 不是让大家完全不记 你就比如这篇文章 我真的听得很简单的 我就稍微记一些 没有问题的 或者这一篇文章 我前半部分觉得蛮简单的 我就记了一点点东西 没有问题的 不是让大家完全不记 而是说 你一定不是从头到尾 就基本上从头到尾 都是不是在记的状态 你一定不是这种能力 你不是这种 你不是能够做到 边听边记的能力 如果你还在边听边记 你的分数一定不咋地 明白意思吗 各位数你就干脆不要记了 各位数什么都不要记了 记了也没用 记了也没用 好吧 记了也没用 好 OK 然后呢 那么 那么 那你感觉听到百分之六十吧 感觉听到百分之六十是感觉 那首先你要看一下 你自己的感觉 对不对了 好 所以 按照大家现在 如果十几分 或者不到二十分 二十分多一点点的水平 你的水平一定没有边听边记的能力 你可能只有边听边记一点点的能力 或者是如果你在十三分以下 十四分以下 你就什么都不要记了 好 于是大家注意 我基本上会给学生说啊 这个话我在这几天在预测班里面也说了 如果你的听力 你没有稳定在二十三分及二十三分以上 你如果听力没有稳定在二十三分及二十三分以上 因为有的学生他可能这次考二十三 下次直接跌到十八了 有种学生的 他就这次听得比较顺 文章可能比较顺考二十三 好 然后呢 那么如果你没有稳定在二十三分及二十三分以下 也就是说你的听力如果稳定在了二十三分以下啊 也就是如果你的听力分数稳定在了二十三分以下 你没资格记笔记 真的没资格 真的是没资格 因为听力水平 因为整体听力能力真的差 明白吗 真的很不好听的 就是记什么笔记 我说没资格记笔记的意思是 你可以记一点点 但是你一定不能记很多 你一定不能像你一样六篇文章记正翻两面 你没那个能力的 真的没那个能力的 而且很多学生他后面其实考到很多精进的学生 考到二十八九分都没有记笔记了 或者都记得一点点 觉得反正我就听嘛 好吗 好 然后所以你要看你自己现在水平适不设计 当然有人会说杰哥 那我还是想练一下 我觉得我之后 我觉得我到考试的 我现在也不会完全不记 我到考试的时候也不会完全不记 那我还是想练一下 我该怎么练呢 你现在第一次听就不要过记笔记 或者只记一点点 然后你可以这样子嘛 比如说你分析完文章之后 你要复习的呀 今天我也会讲一下复习啊 就是你之后要复习文章的呀 就好比单词你要复习呀 那你文章肯定要复习的 那你文章后来复习的时候 你比如说我复习三次之后 我觉得挺顺了 那那个时候我在练笔记嘛 我那时候可以练一下笔记 不要让自己完全特别特别特别生疏 想记也不知道该怎么记了 或者怎么样 就这种感觉能理解了吗 但是你至少在听新文章的时候 你一定不能乱记笔记 明白了哦 好吧 千万不要养成水平不咋地 还下记笔记的习惯 OK好 然后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 那么下个问题就是我该怎么记 我们刚才说应该记的是什么 应该记的就是最多是 每一段话的中心和展开 好那么该怎么记 那就速记了 简单来说 其实前面三个 大家如果道理上 道理上你能听明白的话 当然我今天给大家讲明白道理 如果你之前记的笔记很多 你一定也不会是立刻就能改过来 你一定不会是 你明天再听新文章 你可能还是突然忍不住记了 你会是这样 你不是立刻就能改过来 但是你至少先懂这个道理 先知道自己现在没有到 记很多笔记的那个能力点上 好然后呢 那么我们说 那么你明白了 要记中心展开之后 你该怎么记 前面几个问题讲完了 速记是最简单最白吃的东西 速记最简单最白吃了 大家想 就是我们说 你只要真的懂了意思 你不可能不会速记的 你不可能不会速记的 就是 就是我们上次讲那个 就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上次个 我们讲那个 chryogeny chryogeny period那篇文章 好然后呢 他后面不是要反驳这个理论吗 说那个 我研究了阿曼的 sedimentary rocks 然后我用的方法是 chemical index moderation 好 然后那么在这个地方 不要 我不要 好 在这个地方 来我们说一下 比如说 我们说速记嘛 所以我想表达观点是 大家只要真的知道 该记什么了 你没有人会 基本上没有人会 不知道该怎么记的 或者稍微提点一下下就会了 他说 要看这个地方的 要看阿曼的sedimentary rocks 你怎么写笔记 要看阿曼的sedimentary rocks 你是不是写个rocks就好了呀 你就写个rocks就好了吗 是不是 对吧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 我就再跟大家讲一下了 他说研究阿曼的这些石头 你能不能脑子里面想一下石头啊 你能不能脑子里面想一下 所以我的意思是 rocks也不一定完全要记吧 好 所以这又归道 等一下 我最后要说明一个观点是 你只要听懂了 你不记无所谓的 你听懂了 你不记真的无所谓的 你就像刚才 你就听故事一样 脑子里面把它传起来 脑子里面传起来 所以rocks 我们记写rocks 你画个圈 ok 但是你不记得无所谓的 好 然后到后面 他说我的方法是chemical index valuation chemical index 是研究石头的 分化速度的 是不是 好 比如说 我假设chemical index 我先给大家写一下 我写个index 好那后面说他是 研究石头的分化速度 这个能不能不记啊 研究石头的分化速度 能不能不记呢 你脑子里面一想 不就得了吗 不就石头被腐蚀 石头被分化吗 不就石头变小一点点吗 不就风刮过去 怎么怎么样 类似这种感觉 能理解吗 所以石头被分化 它的分化速度 这个你也不是一定要写的呀 好 然后再往后面 我们看后面 他说 他说这个 要测量石头分化速度 然后发现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呢 有石头分化速度 怎么知道 反正有过分化比较快的时候 然后有过分化比较慢的时候 然后有过温度比较高的时候 有过温度比较低的时候 好 这句话 你听这几句话 你听到之后 你的笔记该怎么记 就他如果 如果你想记 他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 就分化速度 有快有慢 然后温度呢 有过比较冷的时候 有过比较热的时候 非常好 你画个图 写个加减 写个温度的符号 是不是都可以呀 对 比如像成尹这种上箭头下箭头 我写个加减 是不是都OK呀 你不会写温度有高有低 这么复杂的东西吧 是不是 你不会写temperature这个词吧 如果真的有temperature这个词 你写个上就是上 有上箭头 你写个下就有下箭头 就是你不可能傻到 真的听到一个temperature 你就写个temperature吧 或者是如果你真的 现在傻傻的这么可爱 我告诉你temperature 不能写temperature 你要速记 你告诉我怎么速记 你能想到是用 是要么写个T 要么写个圈C 那个符号吗 是不是 能理解了吗 能明白吗 所以也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大家真的懂了 这个地方的意思 你真的懂了 这个地方是在表达 它温度有高有低 然后呢 你是能想到 我要么写加减呀 要么写上下呀 然后要么画个波动的 符号呀 然后要么写个 也可以写圈C 也可以写T呀 就这些都没有所谓 都一样 都挺好的 都可以的 你说波动结构 我不像你这样写 我就这样画波动 行不行 没所谓的 你爱怎么画怎么画 所以你只要真的懂了意思 然后呢 你是知道该怎么记到 如果你之前不知道 你之前就是听到啥记啥 那你现在 我只要告诉你说 你要把它的意思 简单的写出来 不要写temperature rise and fall 那么你应该 也是会想到 该练这个东西的 所以 该怎么记 是最不重要的东西 任何一个人 只要思考一下下 速记 基本都能按照 速记的方式写出来 重点就是前面 最核心的 第一个 你的 你的整个实力的训练 你首先 先看自己 能不能听懂更多 然后第二个 如果在你现在 实力不够的时候 你敢不敢大胆 少记 或者甚至不记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东西 而不是怎么速记 大家这些思路能明白了吗 能明白了是不是 当然我刚才也说了一句 就如果在你真的听懂的时候 如果在你真的听懂的时候 记不记其实无所谓的 在你真的听懂的时候 记不记就真的是无所谓的 OK 好 然后呢 那么 那么 我们这部分讲完之后呢 然后接下来开始给大家讲文章 我们讲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 我们会先 就是过文章思路 过笔记 然后呢 写导图 然后再到这个分析题目 但是最后 你们真的会发现 笔记跟导图很像 很像很像 好 然后我们给大家讲的两篇文章 有一篇是那个讲生物的 reproductive redundancy reproductive redundancy 然后还有另外第二篇文章 是讲地质学的technic place 我说一下这两篇文章 我们选择这两篇文章 作为第三次课的原因啊 首先第一个 他们难度已经比较高了 说实话啊 他们难度已经比较高了 考细节的题 用不用记笔记 刘玉婷 你先看你自己能不能听懂 第一个啊 大家来看刘玉婷的问题啊 来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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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要动 看一下刘玉婷的问题啊 刘玉婷说 老师考细节的题 用不用记笔记 总做错 好 首先第一个 很多 首先第一个 大家现在要明白 你自己以前认为是细节题的题 很有可能它不是细节题 所以关于它是不是细节题 另说 第二个 第二个 你做错是因为没听懂吗 是不是 这时候又不用记笔记 你根本就没听懂 你也记不了啥东西 好 所以我说一下 如果它不是细节题 如果你认为它是细节题 但是其实它并不是细节题 这时候意味着 你连大方向的中心展开 都没有听懂 好 然后第二个 如果它是细节题 我说过细节题 你根本就 如果真的是细节题 你根本就没的可预判 你连哪出细节都猜不到 然后你细节也根本就想 你首先要先听懂吗 你现在如果真的是细节 你听懂的难度也比较高 更谈不上细笔记 所以刚才我其实已经说过了 细节那种东西 你听懂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谈不上细笔记这东西的 明白了吗 好 然后呢 再往下 再往下 然后呢 回来我说啊 我说第一个就是它难度 第一个是难度 练听力能 练经听啊 背单词啊 练经听啊 文章复习啊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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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啊 我那个 琪琪我上次说过 她不会把这个石头 变成别的岩石的 听力里面不搞这种东西 没意思的 因为本身 本身在原文里面 那个是什么石头就不重要 本身在原文里面 它是沉积岩 还是别的石头 就无所谓 我就是研究石头而已 然后呢 所以它也不会再这么一样 坑你的明白吗 当然如果说 我画了另外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里面 我就是沉积岩 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好 然后呢 就是讲沉积岩 怎么样 那么我有可能 把你的主意做个 做个替换 换成别的石头 那是有可能 但是在这篇文章里面 就不可能的 因为沉积岩 积积岩 什么没所谓的 反正就石头嘛 然后回来这两篇文章 第一个 它们难度算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 那个刚刚开始 大家学托福听力 很多学生都是刚开始学 学了不久 或者听力分数比较弱的 其实真的不算简单 它难度高在什么地方呢 这两篇文章难度高在 注意 这两篇文章 它难在 不是难在出题上 这两篇文章 等一下我们分析完之后 你们发现出题非常白痴 不是难在出题上 它是难在 第一个 确实有一些必备的专业词汇 确实有一些必备的专业词汇 那个必备的专业词汇 大家有 就是它的专业词汇 是大家到考前 是一定要背过的 但是有些学生 现在一定没有接触过 所以听的时候 有点发懵啊 所以第一个 它里面确实 那个就是你必备的 那些专业词汇 现在有些学生比较陌生 然后第二个是 整篇文章的结构 就是结构说简单也简单 这两篇文章 一篇是并列 一篇是转折 或者一篇是并列 一篇是新旧对比 大方向上来说 也蛮简单的 就是整体说文章结构 但是到底是谁 谁在跟谁并列呢 到底是谁在跟谁并列呢 并列了几个点呢 第一个 第一个点里边 有没有什么小并列呢 好 然后文章到底是 谁在跟谁转折呢 这个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 没有听得很清晰 我举个例子 昨天的时候 有一个学生 把这两篇文章 他自己先分析了 然后呢 今天再来听我讲 他以为是这两篇文章 他看错作业了 以为这两篇文章 要先自己分析 然后分析之后 两篇文章整体 大四度都出问题 就哪怕他自己做了警听 做了导图 这两篇文章的并列 准着结构 全都分析错了 所以这两篇文章 难是难在 第一个专业词汇 第二个 大方向结构 好像比较简单 就是并列 但是到底谁 在跟谁并列什么的 很多时候 大家其实听得不准 所以这两个点 让他比较难 让他比较难 比较单纯的 大家应该都能听出来 并列的 reproductive redundancy 那篇文章 讲生物学那篇文章 就各种词汇呀 还有具体的并列 到底实在跟谁并列啊 OK好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讲这篇文章 先给他说一下答案啊 先看一下对了几个 好 首先第一题 首先第一题选的是 C选项 第一题选的是C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二题 第二题跟第一题 其实是一样的 第二题选的是A选项 第二题选的是A 然后接下来第三题 第三题 他听的时候比较难 但是做题应该 还算比较简单啊 第三题选的是C 排除起来应该 比较好排除 然后第四题选的是第四个 第四题选的是第四个 好 然后接下来第五题 我怎么中间空了两页 奇怪了 好 然后第五题选的是B选项 第五题选的是B选项 然后接下来第六题选的是第四个选项 好 大家告诉我一下正确率 我看对了几个 好 说一下自己错的题吧 我觉得第二题错的应该不少 二三四 二三四比较多 二三四六 看一下对第二题 第三题 第四题 好 第六题 估计第六题挺懵了 都不知道在干啥了 好 我现在问一下第一题做的做对第二题做错的答应第一题做对第二题做错的答应 很多人很多人是不是好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凡是你第一题做对第二题做错的这个时候的问题是我先说一下等一下我们去看第二题 你的第二题错不是因为你没懂是因为你对选项逻辑识别非常差 就是呃不是非常差 就是你没有识别出来选项的逻辑意思 就是你你你就去看选项的意思了 你就是你就看自明意思 然后感觉自明意思哪个都差不多 就是哪哪个都差不多 哪个都差不多 然后就感觉比较不出来了 就每个选 就你你的做题 我感觉大家的刚当时做第二题的思路一定是这样的 你看了A 可能你先看一遍ABCD觉得好像没有很快找到正确答案 然后你就看到A回去想原文 看到B回去想原文 看到C回忆原文 看到D回忆原文 就这样回忆回忆回忆 然后就靠靠一下看哪个选项感觉跟原文你刚才听到的思路比较像 就是相当于你用每个选项又回去重新梳理了一下原文 然后最后就感觉哦这个选项应该差不多吧 呃应该是这样的状态是不是 好然后呢 但是其实这四个选项本身非常简单 就是你能不能迅速看出来选项的逻辑意思和原文的逻辑意思 也就是选项的逻辑思路和原文的逻辑思路你能不能看出来 然后但是 但是